明天要去看球嗎 然後再看阿牌 戴上眼鏡一身變裝 李嘉芬15號晚間抵達東京的飯店 看得出來有點疲憊 連帽子都忘了拿 不讓你退回來 忘了在帽包 忘了在 對 忘了在乘 到了東京 李嘉芬出訪行程繁忙 不過對於現在打得活熱的12強賽事 他也是相當關心 韓國一定要贏 不然韓國就失去6強的一個機會 對 他沒有退路 沒錯 加芬姐是球迷 對 我在看中華隊比賽 關心什麼強 韓國7比3擊敗墨西哥前進東奧 但這也代表中華隊丟失12強賽中 取得奧運門票的資格 明年的6強1將會是最後機會 但儘管如此 中華隊12強賽 還有與澳洲的最後一戰 李嘉芬也將在16號早上8點 抵達東京巨蛋替中華隊加油 會去日本 柬埔賽跟泰國 那期間當然會有一些僑暴行程 另外我們會參訪一些台商的 比較有特色公司 然後也會到一些當地的廟宇 像東京我們會去媽祖廟 李嘉芬這回出訪短短6天午夜 對於去日本柬埔寨跟泰國行程相當緊湊 但還是抽空要替中華隊加油打氣 解的日本綜合報導